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非常简单的镂空五角星挂架 它的勾置方法非常简单,很适合新手 这个大小我是用的苏苏姐家的四股纹棉来勾置的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,都是基础的针法 我们先取出线,绕在小拇指上或者这样夹住 绕在十字上面,直接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,绕一下线,捏住 然后绕线,穿过小的线圈 拉紧,我们用锁针起针法 勾针绕线,穿过小的线圈,这就是一个锁针,也是一个辫子针 我们总共是勾61个,大家自己勾完 61个锁针我们勾好了之后,接着到二勾礼山的部分 勾短针,带大家看一下礼山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小微子,就是一个针母 我们翻过来,一条条凸起的地方就是礼山的位置 我们在勾的时候都是挑着礼山的部位进行编织 再倒数第二个礼山,挑一半的辫子,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勾短针 一个,两个,挨着进行编织 总共是先编织11个短针 11个短针我们勾好了之后,下一个针母 下一个礼山位置,同一个礼山我们勾三个短针 同一个针母入针 二 三 同一个针母勾了三个短针 接着我们要按照规律进行编织,也就是先勾11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母就是一个针母里面勾三个短针 这样重复五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重复五次,大家把剩下的自己勾出来吧 都是先勾11个短针,然后同一个针母里面勾三个短针 大家自己勾完 我们最后一个也勾好了 然后锁一针,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这个主体就勾好了 接着我们给它处理一下,整理一下造型 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,一个压着一个这样 给它整理好就可以了 这个接头我们用穿线针给它缝起来 因为这上面有两个线头 我们要先把这一个短的线头给它藏匿之物里面 接着用长的线头给它缝合起来 我们先把这个短的线头藏线断掉 然后这个长的线头放上双线针 我们给它缝合起来 这两个缝合一起就可以了 缝好之后把线头藏匿之物里面就可以了 断线,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放上一个钥匙扣 这个镂空五角星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看又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